10分钟1万经济可以证明这个打野很强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让你的边路10分钟也能超到1万 那朋友,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经常玩边城的玩家都知道 金色打野刀七零短刃 会自动增加你的金币 也就是这个被动赏金 所以金刀一直是边城的首选 但无论是红刀还是紫刀都有 在击下野怪之后 金币会多20%这个属性 玩边路没有那么多野怪让你打 所以单独看这个属性价值不高 但是今天我发现了 这两个属性它可以叠加呀 那么老主我测给你看 这里我只出了一把金刀 注意这个标志赏金被动是生效的 击下野怪之后大猪28小猪12 这个时候咱们再出上一把紫刀 注意这个标志赏金被动依然生效 刷新野怪之后大猪金币33 小猪金币14 相较于之前正好多了20% 所以紫刀被动它也生效了 要知道你买小金刀只要花250 等到后期你卖出之后还能卖150 等于你只花了100块 就有了双刀的被动 之后的金币简直双刀起飞好吧 但是注意了 黄刀会覆盖 受力宽然的成绩效果 你说这里成绩是1500啊 等我把黄刀一出变成1000了 所以这玩法你得先出黄刀 这样就可以享受双被动 成绩伤害高还方便你强野怪 这就是今天这个玩法 双刀速刷流成小金 而不一定非得是成小金啊 这个思路很多英雄都可以用 只是今天这个素材恰好是成小金而已 但是朋友们注意了 这个玩法只是强化了你刷经济的效益 至于可不可以抢军一万金币 那这个我保证不了 得看你自己操作了 但是相较于用这个玩法之前 你的经济肯定会高很多 还需要注意一点 你出了黄刀队友就不能吃你的线 不然这一局你肯定起不来 但是你吃队友线是可以的 这不是老住我自私 具体为什么是黄刀那个被动啊 因为黄刀不会分队友经济 你把它当一个学士宝石也行 所以队友吃你的线会帮你吃穷 而你吃队友线大家都会一起付 那么反野之余记得蹭线 这边也去搞事情 因为打野刀那个被动 就是除了20%的金币 还额外会多30%的经验 你看我这边跟对面的等级差 他经济比我差 等级还比我低 你就说对面就怎么玩 所以这玩法放以前可能不强 但是这个赛季编程荣耀 这一手双刀速刷流队编程又是一个强化 所以朋友们呢 上分该怎么玩这还用想吗 这里刚将四岁跑了 本来你说跑了吧我还可以追 但是刘备反手送给我一个助攻 我真是谢谢您嘞 这一把我们家的经济不平衡 基本都在我跟刘备手里 所以黄刀先不要卖 咱们把经济给队友让一下 当然了如果你是个能C的英雄 那经济让不让其实都一样 但咱这个陈小金是个肉啊 所以稍微让一下还是好一点 毕竟编程英雄主要是打一个经济差 真到什么大后期的双方经济持平了 编程英雄你说很强吗也没有 这里下路继续带线 队友中和一看就很狗 蹲这个位置起码蹲了半天了 很遗憾的是时运不济 来的是鬼骨子和压色 这俩都不是什么褪皮都不好打 但强开的话也只能上了 小小走位不济被干将秒杀 击杀压色之后咱们先后撤一下 看到马可和韩信空了一万个技能 同时队友敌人结志愿已到 而干将马可还不准备走 跟咱此刻这个二头的话 咱们是有机会的 先稍微等一下技能 不过队友超之过急 那咱们也是一技能一跳二技能一转 击一下干将之后 还给刘备一个助攻 真地是天道好轮肥啊 马可血量很不健康 咱们尝试先追一下 可惜他跑得很快 那也只能是先受一个韩星意思一下 血量很残的时候 将近放技能回复的血量 要比扣的血量多 所以这里也是成功搏了一下 四血刀针 今天这个玩法 我自己尝出了很多次 可以这么说 只要局势稍微稳一点 也就是前期不逆也不顺 那么你一定会发育起来 而如果前期稍微顺一点 那么基本就会是一个碾压 基本是全场对面的经济和等级 都会比你差 翻盘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而逆风的话 因为你反不了也 所以你的经济不用想肯定很差 但是因为你有黄刀 所以反倒是你们家C位经济不差 这玩法顺风逆风平局都好用 所以老猪我强烈推荐你试一下 那我持小剑的装备是 小黄刀 紫刀 抵抗鞋 冰心 不死鸟 暗影战斧 最后小黄刀卖了幻冰刀 明文是宿命虚控调和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